地方建设的消息 消防局第五大队大安分队 常年来与警局护震事务所共用同一间建筑 不但空间狭小 同时因为在巷弄间 消防车进出不便 为此地方明代积极争取签建 终于在今年11月即将动工 将地点改到福安路段旁 整体空间也扩增许多 判能有效提升消防弟兄的作业效率 众人在即将动工的新基地前开心合影 因为原先的第五大队大安分队消防厅设 35年来都设在巷弄间 严重影响消防人员出勤速度 建筑本体也因为常年海风侵蚀 而出现漏水与钢筋裸露问题 花费多年争取新基地地幕变更完成后 终于将在今年11月开始动工 这天在新基地前举办签建说明会 第五就在救护大队里面 最简陋又是很危险的围楼 在旧厅设有一个是好像是三叉路 差不多只有六七米的宽度 如果被这个车辆还是阻碍物 就会影响我们救灾的行动 现在全台中市 就只有我们大恩分队设在巷内 我们特别是这一块土地 它原来是市场用地 就光在变更土地的这个过程 内政部这样往缓 我们大概就努力了三四年 还好到最后透过很多人的帮忙 终于把它变更成为一个机关用地 消防局表示 新基地选用防锈石建材 抵御海线枪风 四层楼建筑还规划了训练与整备空间 而为了顾虑出勤及货信 更设计流畅动线与宽敞的回转广场 工程总经费四千七百万元 判完工后能够有效提升出勤效率 消防分队里面 听设 车辆 我们执勤的空间 训练的空间 住宿的空间 会在里面做一个建制 那总共的经费四千七百万 所以会分成两年的一个工程经费 所以预计在明年底 或者是后年初 应该可以来进驻使用 争取多年签建经费 还有定务变更问题 终于在今年一并解决 消防车不再需要与住户车辆征道 有效加速出勤机动率 为偏向打造更完善的安全维护网 记者李云轩 台中总报道